以后如果你放在低叠 怕是说当然基本上不太会动到 可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不就是把这个什么 Wallspace这一个 里面有两个专案 其实一个专案 我这个TESTERS后来又练习了 那你可以把这整个Wallspace 把它复制到你的随身叠 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不然的话 如果你现在来不见的话 那你要变之前写的都不见 TESTERS里面不是有SRC 其实之前写的都是放在这里面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 点PY的档案 其实它在run的方法 就是用Python去执行PY档 它就会run出结果来 其实大概的用 如果当然你不用Eclipse 可不可以开 其实甚至你可以用什么 用开启旧档 甚至你可以用什么 用记事本来开 其实也可以 如果你现在不用Eclipse 你用记事本来开的话 其实程式也开得起来 甚至如果你说你没有Eclipse 写程式的话 你可不可以用记事本来写 当然可以 你定存新档的时候 副档就点什么什么 点PY就好了 执行的话 执行的话要打指令 Python空一格 然后执行这个点PY档 它就帮你run起来 只是说应该没有人想要用这种方式写程式 因为上面都黑白的 而且没有任何提示 缺点就在这里 所以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以也许可以备份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回到刚刚这一题 第一个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云端白板的第五单元 的哪个地方 应该就是第46页 第46页部分 你把它打开来 那我们之前做了一件事情 把它下载 下载的话 下载成TST档 OK 下载 不要直接从上面直接按右键下载 一定要打开之后再下载 那下载之后的话 这边有一个TST档 然后 当然你打开来 一定用记事本开 它是一个TST档 另存新档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编码方式是UT28 也就是说为什么是UT28 因为它是从Google试算表下载的 所以一定是UT28没有问题 如果说你今天 用微软的一些软体开会乱 这很正常 OK 那我们需要什么 请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资料放到资料库里面 放到资料库 所以放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要怎么放 我们之前的话是 一笔资料一笔资料的insert 可是现在的话因为50个 那当然你就不可能说我现在直接先输入一笔 然后下一次那你要输入50次啊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吧 你就直接把它读到一个串列里面 然后并且切割嘛 切割因为有五个栏位 然后再放到那个insert2的那个语法里面 就把这个资料全部都丢到这个资料库里面 这个是还蛮常见的一种应用 也就是我要把这些资料丢到资料库哦 要怎么做 OK 其实有固定的流程啦 反正你就是固定的 一请你先把这些资料 读到那个 这个python里面 所以第一步啦 也许我们就怎么样 下载 所以切割一下 你就下载什么这些东西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是在05这边 我先建一个好了 这个专案名称也许叫 会员 反正就这个名称好 反正这个名称的话 它可以用中文 那我就直接在这边 new一个新的module 那module名称的话呢 我就给它取这个名称好 OK 按finish 然后呢 就cancer掉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做什么 把这个档案 在 在c点底下的下载这边 这个download这边 有一个member.tst 那我要把它读出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python里面的话 那怎么做 还记得吧 其实语法还蛮简单 f的吧 f等于open open什么呢 open那个档案的名称 那个档案名称叫member 点tst 有没有 然后后面的话你就逗点 加一个r OK 然后呢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把它 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f f.read 小瓜糊就可以了 f.read是全部读啦 OK 全部读 不过还有一个地方还没完成 我们现在 这个member.tst 指的是现在同样相对路径底下 有没有member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之前是直接可以把它把它复制贴过来 有没有 这样就OK 可是问题 如果今天不想要把这个member.tst 放在src的下方的话 那我前面讲过你可以在这个路径 有没有把它复制这个路径 然后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member的前面 跟他讲说 我这个member是在哪里呢 是在我的c节底下的这个download OK 底下有一个member 那记得哦 前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小r 因为如果你不加小r的话呢 这边的这个斜线符号 都是程式里面会用到的 那如果你不要加个小r的话 它会出错 所以加个小r OK 如果你不加小r的话 变成每一个那个反斜线 前面都要再加一个反斜线 那叫拖曳字元 OK 不加这个比较简单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档案读出来 我们read看一下 把它什么 它问你要不要run run OK 那要不要存档要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出现什么 你的编码方式错了 它预设的话呢 是CP950 可是我刚好给各位看 它是UTL8 所以你还要再多一个动作 还记得吧 再加什么 encoding 等于什么呢 等于UTL8 UTF 我跟他讲说 我的编码方式 这个资料里面是UTL8 怎么知道是UTL8 我刚好特别秀一下 打开嘛 另存新档 这边就可以知道 UTL8 如果你不改这边的话 你把它改MSI 其实 就不会有错误啦 OK 只是我如果不改档案的话 那我就直接改 我改程式好了 OK 把这个程式存档 然后再run一下 你会发现 马上资料呢 就全部的被读进来了 但问题来了 我现在不是要全部读进来 我现在是要读进来之后呢 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所以 要怎么塞到资料库 我们上个礼拜好像有跟各位讲 应该是 这个什么 在哪一个 这个SQLite SQLite 好像第一支程式里面 我们这边有一个 所以你要放的话 你可能要分几个动作 第一个 你必须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资料库 第二个的话呢 建一个资料表 然后呢 再用insert into 怎么样 把它放到那个里面 但是问题 我们这边只有放一笔 可是如果你要放多笔的话 比如50个人 那你就变成什么 insert into 要放50次 这样的话 全部资料 就通通进去了 ok 那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好了 这边的话 那我要把它 所以先读进来了 可是会有个问题 我们如果说今天直接read 那 这个资料变成是一团 一个整个 它就是一个 那如果将来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 我读的话这个不要 里面这些 这个是指的是第一笔资料 这个是第二笔资料 那我可以怎么 我可以用read realize 有没有还记得吧 realize 就是把它读进来 变成一个串列 那我将来就跑个回圈 避开第一个 这个不要 抓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从第一个不要 零 零不要 然后一开始 帮我把这些读进来 可是读进来的问题 这个一整个 它整体的话是长这样 但是如果我要把它放资料库的话 必须把它切开 因为如果不切开的话 那除非它只有一栏 你总不能说 这个我放一栏就好了 那这样没意义吧 OK 所以怎么样 切开的话还记得吧 在神词里面有个sprit 那切开之后的话 再把第一个放在 什么insert into里面的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分别吧 insert into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步先member 那想想看 把insert into 再复习一下 那待会的话 我们有个任务 就是要把这五十个会员 通通放到 那个哪里呢 放到 这个资料库里面去 OK 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 就是再把它查出来 放进去 查出来 大概就这样 试一下 好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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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